鲍鱼是很多青岛人年夜饭餐桌上的必备海鲜 除了甜晒鲍鱼还可以制作熏鲍鱼 红烧鲍鱼等等佳肴 那么目前青岛海鲜市场上的鲍鱼价格和销量如何呢 跟鲍鱼相关的新型年货产品还有哪些呢 我们继续来看 每年黄渤海伏计休渔期过后 青岛3000多艘渔船出海作业 一两天后渔船就能带着新鲜的鲍鱼满载而归 冬季 鲍鱼从北方游到南方 捕捞量相比下降 但仅靠码头的鸡米牙海鲜批发市场 仍然有50多家商贩在销售鲍鱼 随后记者又来到青岛不锡海鲜市场 进入腊月后 鲍鱼销量有所增加 两三斤一条的鲍鱼 价格基本于往年持平 因为鲍鱼肉多烹制简单 所以尽管现在市场上可选的鱼类不少 但很多青岛人居家买菜时 还是会烧上一条鲍鱼 因为年前的时候那段时间可能会 总体价格会上涨嘛 那现在买费一部分 鱼比较鲜 而且这个价格也比较磁绘 过年会吃鲍鱼吗 吃啊 每年都吃啊 公司然后炸着 然后就是 然后要摸就是清断 目前市场上的鲍鱼除了本地需求外 外地客户还可以订购通过快递冷链收到冰鲜的鲍鱼 今天能寄多少箱 一百多箱啊 月初就开始了一下 一般持续到什么时候 腊月的二十 二十七二十八左右吧 哪些地方寄的比较多呀 东方省 然后江州户 北京 天津都比较多 最远的呢 最到哪儿呢 最远的话就是甘肃 宁夏 相比往年 鲍鱼除了整条销售外 一些商家还推出了鲍鱼馅 鲍鱼饺子等新型半成品 在青岛 承阳区这家食品公司 工作人员正打包装箱 主播们以直播带货的方式将鲍鱼特产销往全国 天哪 也卖二三百单 一个月也差不多七八十万